今天我们看诗篇第十四篇第五节 他们在那里大大的害怕 因为神在二人的族类中 在第五节这里讲到的他们 其实就一直是讲着 那些在心里面说没有神的 这些愚患人 他们除了做那些污蔑行恶 在第五节这里就有个转变 因为这里说他们在那里大大的害怕 就是很害怕 然后为什么他们这么害怕呢 之前又说吞吃神的百姓 又不去求高神 这里就是后面他那里说 因为神在二人的族类中 我们看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这里他就说把两批人分开 一批就是心里面想是没有神的 这些所谓的恶人 但另一方面呢 这里又说神在二人的族类中 就是另一批就是属于神的那批的二人的族类 但是我们就看呢 在十四篇第一节那里说 没有人行恶 连一个都没有 所以这里为什么 十四章第一节那里说 没有一个人行恶 但是呢 第五节那里又会说到神在二人的族类中呢 其实我们可以这样看的 因为呢 第一节那里呢 就是说的是 是如还人心里说 没有神 就是当人 他们是没有神在他们生命呢 他们就行邪恶啊 这些这样的事 所以呢 他们这批不 就是认为没有神的人 行邪恶的人 就没有一个人行恶 但是呢 至于认定是有神 有神在他们生命那批呢 是被神称为义的 这一批人呢 就不同啊 那所以呢 在这里呢 就是神 其实仍然在那帮的二人的族类里面 因为 他们心里面是有神 所以神也都在他们当中 那至于呢 那些心里面 是没有神的人呢 他们 他们最终是大大的惧怕 所以呢 我们都 就是 倚靠 仰望神 愿主 继续施恩 看顾我们 即使 我们 面对 不同的环境的挑战 但是我们看到呢 神 在二人的族类里面 愿主 的名 是得着 高举 也都让我们能够呢 恩信清义的时候 我们继续倚靠神 亲爱的天父 我们多谢赞美你 因为圣经话道 神是在二人的族类中 愿你保守我们 给我们能够 在神理的恩典里面 我们能够每一天 去为主 作美好的见证 至于那些的恶人 心里面没有神的 愿主 就让他们真是惧怕 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